字幕提供 我有一個龍蟲胎 做了父親四年多 我有一個兒子 做了媽媽三個多月 養大一個小朋友 只是供書教學給他三餐溫飽 這就盡了父母的責任嗎 不 新手爸媽準時餵奶、掃風、換片、洗澡 那就是好媽媽?不 在香港當家長 一舉一動都被三姑、六婆刺負 煩到死了 還要在媽媽群組裡 經歷完一場又一場的戰鬥 作為過浪人的我們 一定要告訴大家 在香港當人父母會遇到甚麼困難 今天在逢星期二 晚吹GG家長之隱 家長的戰身 將會由媽媽群搬來錄影廠 就讓我們吃著花生 看看香港家長圈的世界 到底可以有多瘋狂 我們在公立醫院生小孩的媽媽 在私院用六位數字生小孩的媽媽 對,他們是甚麼背景都會鬥一頓 例如哪間高級醫院出生 哪個名醫接受 到你開刀的時候 或順產生多久都會鬥 我們有四位素人媽媽在這裡 歡迎… 你好,我是Sicky 我有兩個兒子 你好,我是阿短 我有一個女兒 你好,我是Jolly 我有一個兒子 你好,我叫Money 我有一個兒子 進入第一個題目 我們問完題目後 其實在桌上會有一個牌子 如果你贊成的話 在這裡寫一個O 如果不認同的話 就寫一個交叉 第一條問題是 就算香港生小孩成本那麼高 我也還是要生 你贊成還是反對呢 我也先寫下來 聽說 我是絕對贊成的 因為我自己也生了 加上媽媽之前在我身邊 Io說你一定要生 生完小孩才可以傳宗接代 然後你就會很開心 一個家庭就會維繫得很好 其實媽媽說的是其次 最重要是她說完後 我留意一下身邊的朋友 很多人都比我早生的 我看一看 她的小孩真的挺有趣 不如試試吧 誰知道兩次博中了 兩次 恭喜你 我沒有家庭壓力 其實跟太太一直有計劃生小孩 我比較傳統的想法 我覺得有小孩的家庭 就好像在我自己的看法比較完整 幾位呢?覺得怎樣 我也是贊成的 我也有兩個小孩 而且本身自己的家庭 也有兩個,我有一個哥哥 所以我覺得兩個小孩 對家庭來說比較開心 我也是贊成要生小孩 當時我和我老公都在想 要不生,要生兩個生 對,因為你始終會希望小孩 會有一個盤子陪著她 而且長大了 就算有一個人在旁邊怒氣也好 但反而我不是很賺錢 雖然我本身很喜歡小孩 從小到大,我想跟你一樣 媽媽也跟我說 生小孩要花很多錢 你應該是給最好的東西 本來我的家庭是獨生女 爸爸媽媽也真的把最好的東西給我 你說小時候想要甚麼就有甚麼 如果我沒有這個能力 給最好的東西小朋友 我覺得如果我這個家庭沒有小孩 也不重要 我也是交叉的 為甚麼 第一,因為我的年紀 相對比其他媽媽比較年長 我已經過了 需要結婚或團中接待的壓力 我過了 第二,其實我本身是雙胞胎 對… 相同… 對… 我跟妹妹很像 但我原本的家庭就是… 可能因為那個年代 80年代又要雙胎 其實資源比較少 我比較希望我的小孩 在教育上有更多資源 我小時候就是… 因為每件事都要分兩份 可能一件衣服都要分兩份 所以我真的有一個經濟條件 才有小朋友 所以我認同生子成本很貴 我產前檢查已經是幾萬 其實我從華人開始已經花了很多錢 因為當時接種疫情 家人會擔心第一個孫兒出生 所有的家人都要我私家 包括產檢、小朋友出生後 打的所有診療 以及生小朋友都在私家 但我當時懷孕最多是護理、保健 例如做按摩、上孕婦瑜伽 其實所有東西都不便宜 但我想最貴一定是在私家醫院生小朋友 我是用了… 因為我是緊急開刀吃前鑽 本來預約15至13萬左右 因為我也是在私家醫院開刀 我也是說得到 但我是在南區那間 對,南區那間… 對… 我當時用了94萬左右 但我知道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有任何獨居的工藝 所以護理上比較多 我嬰兒也有照燈 即是私家醫院一照燈 就是幾千元一天 還有其中一個收費 就是因為那一句有關我練習時 我開刀時的時間比較長 我差不多三個小時 整個收縮過程 甚麼?計算時間嗎 有計算時間,是手術室的時間 原來是這樣 即醫院有一個時間的收費 那個婦產科醫生也會有他的收費 對,所以加起來 我也要九萬多元 關於時間 我自己遇到一個挺有趣的故事 可能有些媽媽群會閒話加上 分享一下大家多久 我都三個小時 然後突然有個媽媽跟我說 她說三個小時那麼久? 我順產… 我用了三分鐘,她就出來了 就是說那句 寶寶很乖,寶寶是報恩 但我同事剛好看到這個訊息 她說了一句話,我忍不住笑了 她說三分鐘,那下面就很鬆 如果你們花了那麼多錢 會否想一些方法省錢 例如生前或生後 去寶寶展時拿點好處 你們認同這件事嗎 如果認同的話就不認同 怎樣?嘉謙,你有去嗎 我當時是有去的 但我絕對不覺得那些地方有便宜 我自己也很認同,因為我去了迫 我覺得裡面的東西,你說是否便宜 其實我即時去電話搜尋 為何跟網上一樣 然後我就覺得不需要進去迫 我就是一半 因為我第一胎和第二胎都會去寶寶展 因為有時每個店舖 可能都會有一些浸品送 其實浸品都很實用 可能是濕一… 奶粉模式嗎 有奶粉模式 我試過收到幾間不同的奶粉模式 可能濕紙巾 那些多數都是有用的 那些例子是怎樣拿的 我沒有拿的,是人家派的例子 我就是看別人拿 準備很多電話號碼 還有很多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對 原來是這樣 她入圍 我也是忠誠的 因為我覺得你進去感受一下 氣氛是不錯的 拿禮物我都會拿 但要排隊的真的不會排隊 因為我聽朋友說 你早上進去,10時開門時 進去排隊拿票 你提到3時多才到你 你為何在裡面運那麼久 有很多人推著B 帶著肚子進去 你不辛苦,B也會辛苦 是否有些人在BB展爐 即場轉賣 我有聽過 但我真的去得太少 但我完全沒有… 有… 是怎樣的 有些媽媽,我知道她們想要浸品 但不想入會 亦有些人不介意,喪入 進去完會後,他們會走到最後 問媽媽 你有這個神品嗎 我們不想入會 你可能給我10元吧 有很多媽媽會這樣給 然後不需要自己排隊 就可以去另一個 如果我下次去那些展 我不排隊,我直接站著有甚麼 你得受嗎 你走過去跟她買吧 如果你問我,別那麼高調 要低調 去的時候,我可能有個故事 本來就有點期待 打算拿夫妻拍照 誰知道有人電我 說你去BB展,幫我買光鈴鈴 是否幫人 朋友和親戚都有 你也明白的 答案… 答案,幫我買洗頭水 你不按摩,他不會知道 你還沒看 你先出去,說我走了 當然是這樣的 好,生孩子來到埋門一腳 我們經常說 臨走也要收拾走路袋 你們全部都有這個經驗 當然有 對,還是問你吧 這些是非一般的 這些是走路袋 意外他們覺得 我帶了我自己具備的東西 這些是祈求母子平安嗎 這些?我沒有準備過這些 快點出來認出 是誰的 我的 是,這是甚麼 這是不是祈求母子平安嗎 不是,其實這是拍照的小拜扯 不重 我覺得這個挺有趣 如果你老婆要你帶這麼多這些東西 你會怎樣 也會載的,在說生孩子 這個是… 每一塊都會有一個不同的象徵 Hello World 對 然後這個就是出院了 是 留在醫院 然後那就是星期日月份 一個星期 兩個星期 兩個星期 你每天見他就拿著這張卡 跟BB一起拍照嗎 對,我是儀式感很重的媽媽 想到很想念 其實你在醫院都很悶,沒甚麼 怎會很悶?生孩子很累 我也很想用一些影像或照片 記錄下我剛剛看見她的那一刻 對 這個我理解 可否解釋一下這條繩 即是一生完馬上下床做運動 還是… 這是之前做的 因為我入院的時候 其實醫生也跟我們說 如果你想順產的話 可能做多一陣運動 始終你有個過程要等 不能那麼快 我就帶上了一點筋勢 這是做甚麼 爸爸… 爸爸拿著我 我們拍了,是否這樣 是誰的… 這是我的 工作關係嗎 對,工作關係 本來我工作時用… 平時也會有用的東西 方便自拍 對,因為你也去過那間醫院 你知道那間房間的背景是某個豪宅 你在那間房間的這麼漂亮 你沒理由不拍照 可能當時我還未下床 我就把她放在地上記錄下 而且因為那間醫院 她本身有一個服務… 拍照 對,拍照 我也看到那張照片 對,那時你有沒有化妝 我有… 刪完,化妝了 你要準備拍照 對,每個人都會 他會跟你說 有些是出院前 有些是… 因為他們會天一個日子 每人有半個小時 對 我們會在那時之前 馬上化妝 所以我的酒店是有化妝品的 還有這支光 我覺得自己錯過了很多 我的朋友是… 再過來就可以圓滿整個經驗 因為我朋友都是你們那間出生 我看到他的照片很漂亮 拍照後又化妝了 但我沒有 那時即使他有幫我拍照 但我戴著頭罩 先生又穿著探病袍 又戴著口罩 那張照片根本不漂亮 早點認識就好 早點開這個節目 可能叫你來幫我拍照 好,我們還有幾支 是誰的… 這是我的 是 這是精油 精油 因為那段時間 我臨生第二胎的病了三個月 但普通的傷風感冒 是普通的傷風感冒 但不斷咳嗽 所以我帶了精油去塗自己 還有有一支是給自己放鬆 以及生完後快點服完 那又沒有 她很有趣 她的咳嗽是溶痰咳嗽 還是熱咳嗽 這些有用嗎 其實我看到這些標籍水 我以為是藥水 是精油來幫忙 精油 即是你塗在這個位置 然後就不咳嗽 舒服很多 是舒服很多 這個也重要,對吧 那裡也有熱水 應該有提供的 有提供的嗎 沒有,我去那間沒有 是 那時因為在公立醫院 去到產後房的時候 就發現沒有保溫瓶提供 那時我發了一個訊息 跟老公說 沒有熱水,怎麼辦 聽別人說的 生完後一定要用熟水洗手 然後她說不行,我要送熱水給你 所以就有這件事出現 但當然沒用過,別吵了 通常都是這樣 你們分享完了,就到我了 我帶的東西跟你們也有點像 就是這個任生油 因為我們做這行業很著重 雖然我現在的身形 還沒回復以前 但依然有些東西要露出來 我的朋友就不斷跟我說 不,你生前… 你塗油很重要 你生完後一定要塗,一定要塗 嚇到我,我覺得入院 我應該生完後立刻要塗 因為肚子立刻縮小 你立刻縮小,沒有彈性就不行 我拿了一瓶按摩油 誰知道睡覺已經很痛、很辛苦 這瓶油是沒有用過的 還有一個就是 以為自己會很舒服地生小孩 打算打拍時間,拿一個電腦 打算追劇 誰知道沒有,追甚麼劇 起床就叫你過去餵奶 帶了這兩樣,我就用不著 但你們帶了的全部都用得著 恭喜你 不同醫院生小孩的媽媽都有 我們其中一條題目 就是在私家醫院生小孩的媽媽 會被一些在公立醫院生小孩的媽媽 單打 我沒有遇過真的會有這種情況 你有聽過嗎 我覺得我們花的錢很貴 可能類似聽說如果她是順產 她就會說 其實你也是順產 為何不去公立醫院生 都是這樣生 但我覺得不是很… 我還沒去到很嚴重 是… 我是被人單打的 因為他們可能也會 沒有知道我背後的年紀 或其他原因 他們就看到我的職業 就說,你只是開相機 憑甚麼去私家山 但收入… 她多面地跟你說 是同行嗎 我聽說過 其實不是同行的 簡單來說,你們有聚會 可能會看到大家都是媽媽 當時的交流 他們看到我的職業 又沒有產價,又收入不穩定 他們就會說,你私家? 南區?你憑甚麼去私家山 有些錢為何不節省 或者我有聽說 為何我不幫我老公節省錢 我想說挺有禮貌 如果不是很熟悉的朋友 去說這些話 我反而覺得他們的朋友有點無知 因為他真的不知道攝影師 賺多少錢 我只覺得每一個人在他自己的選擇 當中會有很多不同的考慮 可能是健康、安全 可能是疫情之下的風險考慮 有避丹打的經驗嗎 有,但其實很多都是不懂的 反而不懂才會夠毒蝕 當時我記得我加入我的組織 然後加入的時候很可愛 他就要我填名字、小朋友的資料 特別要填在哪個醫院出生 我猶豫了一刻 因為我看到名單是公開地打到組織 不是我們傳給一個公司 即是你知道,我知道就算了 我看見… 基本上我排第五十打後 頭五十個全都是公立醫院 當我打完後 我第一句就馬上說 他說你去這間醫院了 你賣單了多少錢 他不是關心我 是關心我用了多少錢 然後又問我背景是甚麼 做甚麼職業 我心想做甚麼事 而且是被人捉住,不是一個媽媽 最後我沒有回應大家 但後來他又說他不知道是怎樣的人 然後就說家裡本身也有錢 我心想我完全跟他三人不吃茶 會憑甚麼這樣說我 要說落眼瘋 就是 我厲害了 我最後有反駁一句 是 然後我說我的錢是怎樣擁有我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我有一件事 我為何會反駁 就是說到跟另一半 然後我真的很開宗明言 就是我是一個星光媽媽 我的錢是自己用的 我不需要幫任何人限制 我也不需要看任何人認識 他生小朋友 所以說人生中 面對很多不同的質疑 或者是不懂得一件事的問題 其實用兩種答法 可以解決了九成的問題 就是關你甚麼事和關我甚麼事 經常都說用這兩種答法 可以解決很多問題 公立醫院和私家醫院都要分級 大家同意嗎 我同意 因為我去私家醫院 很多人都會問我 為何你不選這間… 為何要選我自己的那間 其實醫生掛牌哪一間 是醫生決定的 而不是你說想去那間 但可能醫生沒有掛牌去那間 其實你也去不了 可能比較好或是你心儀那間 所以我覺得是會分級的 公立醫院有某幾間 特別的苦產科是有名的 有幾個在媽媽之間 說這間好 對… 大家同意嗎 我是同意這件事 因為現在我住在新界西區 有時候也聽到風評在新界區的感覺 好像不太好 考慮到會上班的問題 最後去了旺角那間 那間也有名的那間苦產科 那間也有名的那間苦產科 所以媽媽就說不如你試試那間 打到醫院問 問跨區媽媽你們是否接受 然後她就說 你過來拿所有文件來 如果有位置便會安排給你 她真的很順利地去登記 然後可以開始產檢 那就很好,可以讓你轉換 對,我也是在旺角那間做產檢 是 因為我是高齡產婦 所以產檢會有更多工作 我覺得應該比外面更好 因為她可以在那間醫院照結構 如果你要我比例 我覺得旺角那間醫院的結構 是比外面的私家那間 如果我知道她有那個質素 我會不照私家那間 我會省錢 醫生很仔細 還有可能你私家 可能你做15分鐘或20分鐘 那次醫生照了差不多一小時 在那間醫院照了一小時嗎 對… 那醫生除了照平時會照 他照了嬰兒的脊骨 對,他想看看脊骨有否彎 有否直直 而且出來的影像 基本上只有醫生會看 看到嗎?腳趾… 對,經常看你,你會看 看著這片,看到嗎… 他很快地說出來 軟件和軟件 我認為是比私家更好 所以我也相信是有級別的 對,那次其實令我覺得 其實公立醫院真的很不錯 私家上的學校應該也有 在媽媽的心目中,對嗎 有,我覺得也算了,沒得說 我… 多生一個 對… 我有些朋友去那間 他那裡有名義科 而且剛好有裝修員 酒店房間 然後又有浴缸 雖然不浸,看著也開心 我想很多人心目中 都覺得跑馬地那間 是最有名的,對嗎 我想在價錢上 已經很明顯分了級數 所有人都非常笑容、很好 例如我要催生 催生時,姑娘也會進來 說你做運動吧 不懂,又給我拍影片 照顧周到 好,大家聽了那麼多不同的資訊 不同的看法 如果讓你再選一次 重新選擇,你會選擇 還是會繼續像現在的選擇 我會轉醫院 醫院去… 還是私家 去私家,轉醫院 因為始終自己體質最清楚 一定是過分緊張 所以我一定會選擇開刀 去第二間市界醫院 我會這樣選擇 我也會繼續選擇公立醫院 原因是因為我本身做運動 所以我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會很容易生長 所以我會選擇公立醫院 我也是選擇公立醫院 因為始終是私家的價錢 不如省下留給小朋友 之後用,更好 我反而會選擇私家 因為真的有任何危險 始終你的醫生全程跟著你 有甚麼事他真的可以 第一時間幫助你 如果你問我,以我現在的年紀 我會選擇去私家 但當然,如果我能夠後生10年左右 我也會嘗試選擇去公立 不如試試吧 有可能生產生產 對,很感謝四位分享了那麼多 感謝皓嵐跟我們分享了那麼多 有關不同醫院或不同選擇當中 面對一些不同的問題 但我覺得回到最後最終 媽媽、小朋友、健康就是一切 也希望祝我們 全都在看節目的 無論是爸爸媽媽、準爸爸媽媽 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寶寶 每一集我們都會解答 一個無知同事的疑惑 至於今集的疑惑就是 究竟生小孩之前 需要灌腸清大便嗎 那我又沒有 不過我在台灣節目中聽過 有一個孕婦在生產前持續變秘 到生產前醫生就跟他說 不如清一清腸吧 他死也不肯 到生產時,醫生很棒 接到一大堆黃金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 OK